10月10日深夜,马苏发微博晒出,他与贾乃亮的聊天记录,并抱怨称,不骗你们这是今天晚上6点到11点之间发生的事,贾乃亮好像中了嘻哈的毒,他从邀请我陪他练freestyle,到逼迫我和他研究双压三压,我感觉自己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 我想问问大家我该怎么办,他是不是疯了,露露也管不了他了,随后两人还在评论区battle聊一下,11日中午,李小璐转发马苏微博,表示十分理解马苏的境遇,但配文内容已经难以掩盖自己被贾乃亮影响的事实。 网友见此纷纷留言,你也跑偏了,来啊,freestyle,所以,姐你也走上这条路了嘛,咱每路的freestyle就是不一样。